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大盘 早市可以说是上下翻飞 震荡的比较剧烈 基本上的话 从早盘 这个七指 我们现在看的是七指 早盘开盘 然后到最后的收盘 以七指为例的话 还是一个宽幅震荡 有点扩散形态 有点扩散形态 之所以我们拿七指出来 跟大家说 我们说七指到现在为止 四小时级别 目前的图形还不错 还不错 虽然今天的话 走了一个震荡 然后冲高回落的感觉 但是从四小时级别来看的话 目前的图形 还保持着一个上涨的状态 而且上涨的话 内部到目前为止 从大级别来看 还没有出现背离 还没有出现背离 所以这个当中的话 就是明天CPI数据 对盘面的影响问题 到目前看 图形不错 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讲 这个位置的话 还是对上涨有利一些 这是关于指数 那么我们如果回到标普本身的话 我们实际上现在看到的 今天的这个日内的波动性 就是很耐人寻味 早盘的话 基本上高开一点点 然后做了一个日内的探底回升 头肩底的感觉 突破回踩 非常规整 随后是小幅向上推升 但是到尾盘这个位置的话 出现了一个什么 上涨55周期均线 一分钟的破位之后的反攻状态 反攻之后 形成了一个典型的顶背离 随后的话 是一路下杀 一路下杀 所以在整个下杀过程当中的话 也是 大家对明天CPI数据 对大盘的最终的走势 都是抱有了一个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 说白了 就是最近的猴士 把大家折腾的都已经不自信了 不自信 也没法自信 对吧 你这做多他是杀下来 你一做空 他就他砸上去 对吧 所以说他你也没法自信 对吧 没法自信 所以这一点的话 是指数到现在为止 这个动作了 动作 那么这是关于指数 比特币的话 咱们前几期节目说过了 会碰三万 今天的话 就是目标达成 打到三万了 打到三万以后的话 要存在着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如果从比特币本身的交易习惯来看 那么比特币的话 这个四小时级别的21周级均线不能够low 不能够low 如果low就得撤退了 就得撤退了 再往上的话 三万三千美元 是比特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压力 比较重要的压力 个人的建议 应该是做减仓 然后把成本先搞定 再说下一步 金子的话 今天有所反弹 来到了这个2020 在30分钟级别的话 也做了下降趋势的一个翻转动作 中间的话 有一个洗盘的点 大概在2010 所以说总体来讲的话 基本上2005点做资金保护 可以从技术上是一个多仓的判断 多仓的判断 至于明天CPI数据的影响会怎样 我们画问号 再有一个 如果你前面经过了一轮炒作的话 那你在这个位置上 仓位减一减 成本降一降 对吧 那你就无所谓了 对吧 就无所谓了 那这个位置就不存在着 拼跟CPI赌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一点的话呢 是金子 那今天的话呢 说什么摩根啊 说这个什么传闻啊 说有黄金的放空仓位啊 这个放空仓位 重到了什么程度 怎么怎么回事 我个人感觉的话呢 这种传闻呢 可能不是空穴来风 但是呢 你说举整个的银行之力啊 他什么 比银行的资产规模还要大 也不怎么回事啊 然后去做这个 我个人感觉呢 作为摩根这种老的 对吧 老的金融方向的油条 这么去偏执性的干 我觉得这种概率非常非常小 非常非常小 一旦这个位置被逼空 那你这个 那你这个 后果不堪设想 对吧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呢 从这个位置上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 呃 不排除人家有黄金空头的仓位 但是呢 你说那么大 我觉得 呃 肯定会有水分 或者说夸大其词的感觉了 啊 这是黄金 原油81块5 从趋势上 对多头有利 咱们这两天说过了 对吧 呃 趋势上对多头有利 但是呢 向上的话呢 压力重重 到85 86这个位置就有压力 对于这个 嗯 原油的影响的因素也比较多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我个人对原油持观望态度 啊 观望态度 虽然技术上利多 啊 然后呢 是天然气啊 天然气的话呢 今天呃 再次上涨了一点点 不多啊 但是呢 它这个上涨的话呢 目前只是30分钟级别啊 30分钟级别 从三块钱开始一路下行啊 到两块钱获得支撑的这么一个态势 也就是说呢 他如果在两块一毛钱不破 能够站稳的情况下的话呢 应该有机会向上做一些30分钟级别以下的啊 这个向上推动的这么一个动作 那么两块四两块五两档压力 力道的话呢 不会向上一次两块钱突三块钱 那么啊 这个迅猛啊 那么迅猛的就是向上不会啊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的话呢 可能会震荡上行一下啊 但是呢 应该是进入到一个中期磨底的过程啊 这个过程的话可能会比较熬人比较漫长啊 所以呢 从这个位置上呢 呃 如果从交易的角度来讲 可能逢低做多会比较有利一点啊 会比较有利一点啊 呃 但是呢 大方向的这个长多啊 目前不允许啊 这个不允许 这是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总体盘面 那明天的话就等了这个CPI 周四PPI啊 周五有银行业绩 对吧 呃 所以说呢 这当中的话呢 呃 不确定性很高 但是呢 就就目前来看 呃 市场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还是有利于多头啊 有利于多头啊 这个偏一点啊 偏一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 呃 上一些节目的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 呃 有两位朋友啊 这个我看一下啊 呃 好的啊 这个啊 呃 推荐啊 RBLX 看就要飞啊 就看大盘 呃 RBLX的话呢 是啊 就从图形上来讲的话呢 呃 从呃 四小时级别吧 啊 有那么一点点啊 这个前面震荡 做双底 然后 开始往上飘 成交量呢 控制的也非常好啊 所以呢 在这个位上的话呢 有这么一种感觉了啊 呃 交易上来讲的话呢 呃 他一直保持在 呃 四小时级别的55周基金线上方 所以呢 55周基金线可以作为一个 呃 交易的保护 交易保护 呃 就像你说的 就看大盘给不给机会了 对吧 给机会的话呢 有炒作空间 呃 那么向上的压力点的话 大概在呃 60美元上方 呃 会有一个压力啊 60到65左右啊 会有一个压力啊 这是关于这个 那这个黑 和 和 和齐是吧 呃 我不知道啊 这个瞎瞎说的啊 说错了 别忘心里去啊 CPI的预期啊 怎么说呢 像能说预期的这些 嗯 频道很多 首先第一 我啊 不是基本面分析的 这个 啊 可以说 就是 我一般炒作一个股票 都问我们同事啊 怎么样 这个公司啊 半年之内会倒闭吗 哈哈 如果不会倒闭 行 我炒 啊 我就基本上这种啊 所以说呢 基本面分析啊 数据分析的话呢 我 呃 不擅长啊 不擅长 那从操作上来讲的话呢 嗯 我比较注重的是市场 对于CPI的反应 比如说像上一次 美联储 加 加25个基点 那我就说 我说这个位置 无论怎么 加加不加息 市场都不会下跌 啊 都不会下跌 不可能下跌 对吧 为什么 我说因为 钱里面刚闹完银行的事 对吧 刚闹完银行的事 对吧 这个美联储啊 对吧 然后这个财政 对吧 刚刚维稳 刚刚把这个要倒的瓶子 给扶 扶着 扶 扶稳了 对吧 那你在那种情况下的话 他怎么可能 对吧 他怎么可能去做一个破位动作 对吧 就典型的就是这个区间了 对吧 典型的就是这个区间 对吧 就这个区间 对吧 银行闹那么凶 然后后面的话 公布这个美联储的议席决议 你这个位置加什么 加不加的 他都不会 他都不会 市场一定会向上 一定会向上 所以说这个呢 是我个人感觉的分析 就是你前后事件经过串联 然后分析一下 对吧 还是那句话 华尔街平时的时候可以 对吧 这个行 美联储说话 当耳方风 可以 但是关键时刻 你不听不行啊 对不对 以后还混不混 是不是 大家可以看看 以前这个2008的那个 那个时候 雷曼的那个 那个时候 那个电影 对吧 大家可以看看 连夜开会 把这些大银行都喊来 对吧 呃 您怎么着吧 啊 你们自己看着办 啊 还想不想混 对吧 想混的话 这件事不解决 这事就大了 对吧 大了之后 我这事不稳当 你们这事也吃不上饭 对吧 还想不想干 想干 把这事解决了 对吧 呃 这个再难验 也得把它验一下 是不是 他就是变成了 变成这种 这种感觉的 啊 这种感觉的 啊 所以说呢 呃 上一次的这个 这个美联储 议席决议会议 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呢 在这个位置上 我个人感觉 CPI数据 无论怎样 市场应该给出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表现 啊 市场给出一个比较温和的表现 毕竟啊 呃 上一次银行闹的时候 大概在3900点啊 3950点下方的这个位置吧 啊 大概说这就是这个区间吧 对吧 这是这个区间 那你现在的话呢 这个位置出CPI数据 呃 市场马上就开始 我觉得离这个位置还是有点近啊 另外的话呢 呃 华尔街既然把这个位置给保住了啊 既然把这个位置给保住了啊 呃 那可想而知的话呢 在这个位置上会动用一些资金 控制一些盘面 对吧 那在这个区间的话 那在这个区间的话 我想这个获利空间的话还是有点小啊 还是有点小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市场在这一次的CPI PPI数据的面前应该是表现的比较温和 然后呢 向上做继续做探索的可能性 概率会比较大 当然啊 我只是对趋势判断 我也不建议去赌啊 这个CPI 对吧 上一次的那个位置啊 这个说美联储一期会议的时候 我说市场会上涨啊 市场会上 那个位置你很紧凑 时间呆的很紧凑 对吧 你判断起来的话比较稳 然后从指数角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个四小时级别 或者说标普的三十分钟级别啊 七指的四小时级别 都支持向上看啊 支持向上看 那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员姐从 尤其做指数的 从3900点做到4100点 对吧 在这个位置上你减仓了 减仓之后就看市场什么表现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去赌啊 就有点 如果说上一次赌的话呢 你的成功概率大概能够能够达到八九成 对吧 那你这一次赌的话 我觉得就对半吧 对吧 就对半吧 对吧 所以说的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呃 你要是赌 恐怕也只能是小仓位的娱乐一下啊 这个把握性并不太高 好吗 啊 那这就是咱们今天的总体的盘面 也非常感谢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 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 咱们呢 在下次节目当中给大家呢 简要的解答啊 谢谢